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名护士在夜间工作时听到一楼有动静 声音是从其中一间房间里传出来的 这间房间上写满了不要继续前进的警示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肯定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 相机记录下了黑暗中一个物体直视着护士 眼神令人恐惧 闹鬼的房子 一对夫妇家的惊恐录像捕捉到了一些灵异现象 女人走进画面中 一个壁画随之向她飞奔而来 放慢速度观看这幅画倒向是从监控死角被扔进画面的 另外这对夫妇声称家中的玩具也中招了 对夫妇声称家中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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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再一次 可以往前 可以快速 一再一次 快速 原来玩具摩托车像被控制的一般 听从指挥行动 这一点也不稀奇 没准这个玩具就是个电动遥控器的呢 后来夫妇又发来了一段视频 更加是我确信 这就是一场闹剧 所有物品的异动 都像是故意而维持 只能说为了博眼球 这对夫妇也是拼了 惊喜或惊吓 这是一场准备了很久的生日惊喜 大家给正在熟睡的女人长生日歌 海拔珍当天山寺 海拔珍在准备 给女人庆祝生日的不只有亲人朋友 还有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昆迪拉纳克 身着白衣长发飘飘 她漂浮在门口 等待时机成熟却慢慢消失了 可能她只是来看热闹的 生物 男人走过树林 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生物 好像是一条蛇与枯树枝纠缠在一起 这个生物与我们平常见过的蛇并不一样 它有一对坚硬的触角 头部下方还有气 像是神话故事里走出来的上古神兽 面条 你喜欢吃面条吗 那接下来的这种面条 你还喜欢吃吗 这是一根有生命的面条 它开始自行从碗中划出 我很怀疑这是面条吗 如果不是 这是个什么东西 农场 凌晨五点左右 农场主在自家农场中 派到了他不愿相信的东西 远处雾气中 一个黑色的人影速度极快地走过 农场主 农场主怀疑这就是传说中的脾行者 黑影穿过田野里就此消失不见 乌婆 男子在自家窗边向外望去 发现了一个老乌婆 看着他们的脾行 她外观很奇特 已经无法区分是不是人类了 倒像是童话故事中的老巫婆 深夜冷眼 夜深了 女子独自开车想去吃点冷眼 来到店门口 发现已经歇夜了 她刚要走 却发现里面有个人 镜头中一个戴着礼貌的身影 坐在店里 明明已经歇夜 大门紧锁她是怎么进去的 难道是里面打羹的工作人员 诱惑是一个鬼 钓鱼 男子去钓鱼 鱼没钓着 反倒被其他东西逮捕了 男子拼命地挣脱 反而越陷越深 两个女鬼抓住男子的腿 试图把她拉下水 好在她机智 用灯光下退了鬼魂 如果没有及时挣脱出来 搞不好就会像这张图片这样 真是为她捏了把汗 光球 在这段视频中 一个孩子正在玩耍 突然一个发光的球体进入房间 静静静静静静静 是天使吗 还是释放能量的精灵 你觉得这是什么 怪物 这是个什么鬼 看起来像是个 有手臂无下半身的怪物 在草地上滑行 当然 这也很有可能是视觉误差 是一种快速行走的动物 由于速度过快 而破坏了影像 酒店 一位博主来到一家酒店 他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 这个人物看起来几乎是机械的 不知为何 他的形状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人物看起来在向外凝视着摄影师 随着视频的继续 事情变得更加奇怪 他为何时不时地向外张望 难不成是看到有人在记录他 而故意吓唬录制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4